接下来就是清朝 清朝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在战场中 清朝有很多 其实清初队伍是四王 大家知道四王 黄黄士兵 王剑 还有黄元祺 还有那个谁 王辉 草辉 里面上这个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叫狐狸 还有一个叫运寿宁 写一下 我们一般称之为 四王狐狸 或者叫做清初六家 在乌运出口 胡是狐狸 运是运寿宁 好 四王狐狸 那我们战场中 会看到的是运寿宁 跟四王里面的最厉害的 王辉 王辉被称为是花圣 这个是 王辉说法也出生 那会怕呢 王辉被称为花圣 不知道这有没有得到 足够广大的肯定 不知道 但是有这个说法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王辉的功力非常深 王辉早期是跟一个同乡 叫詹哥 学他的话 那詹哥他是走 皇宫旺的路 他好像皇宫旺的亲戚的样子 那后来他学上 他学的是原话 学了原话之后 他后来还认识了 他认识了王剑 他又认识了 王剑和王十年 然后得到了 他们的识典 后来王辉他 他好像大概四十岁左右 他开始大量的 临摹谷话 那他临摹谷话的时候 据说他每一次都反复临摹 反复临摹 一定要等到他的神运之后 他才霸上 再换一口谷话 所以王辉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所有中国厉害的谷话 他都临摹谷过 那这个经验室的王辉达到了一种境界 就是男话跟北话本来是分众的 董其昌尤其喜欢把这个 中国厉害关成南北而出 但是到那个王辉的时候呢 河流了 他南北话都混在一起 因为我刚刚说要讲董其昌 对不对 我说一下 董其昌不是很不喜欢他的字吗 跟我讲得到 我就觉得这字怎么能够好吃呢 这字没用鼓励啊 那天其实说我不喜欢造梦伯 其实造梦伯的字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 董其昌本来真的不喜欢 就这种真正能够在那 怎么这怎么用力量 这就只是要迈用一种 仙巧的闻人气而已 我觉得董其昌本就是仙巧的闻人气 这人一辈子过关 过了一辈子的关 关缘这样互通 然后呢 室内也跟他讲 后来我一查 我的天啊 临死上虽然 临死上其实轻描淡写的说 给他曾经被一些诗子 砸到他的家 可是没有仔细说他的原因 后来我上网一看 好多网络都在 在王沐昌的那个 流传的故事都在讲 他那个最惨的一件事 叫做明超斗幻 他这样听过吗 我们讲抄家 就是皇帝下令抄家 但是他身上是老百姓 直接抄了他的家 老百姓为什么抄了他的家呢 就是说董其昌呢 我这看小绝的那个讲义 他说 洗人品不佳 我就在想说小绝为什么 说人品不佳 这应该是倒来倒死他了 我就在想 怎么直接说人品不佳 他说有个证据啊 他不是不佳 他非常恶劣 总经常非常好恶 总经常非常恶霸 他家里很有钱 两田千倾 然后他家里面养了一大堆的土豪恶霸 专门帮他霸占田产 放高利贷 强强引力 这些事情都是他所说底下来帮他 还什么事情 据说当时有一个秀才叫陆绍芳 然后他身边有一个石女长得很漂亮 维持冒进去 他像那个梁梦说法 不管了你 总是一看中的那个石女 他的丫鬟 结果他就把那个丫鬟弄上手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弄完了之后呢 他可能这叫藏道田后 就把他关在一个楼里面 不让他回去 董其商就敢做这样的事情 不让他回去之后啊 有一天那个石女 趁着看守的人不注意 他逃出去 他逃回陆家里 他本来是陆家的侍女 逃回陆家 结果董其商得知 他儿子就派了一百多个家丁 追 追到陆家中 再把他解回来 他不就敢做这样的事 把他解回来之后呢 这事也就闹了很大门 所以大家就 据说他关护实力非常好 那个 官场的关系很好 没有人敢动他 所以没有人敢告他 当时就 不是流行说书吗 我们都知道 从朝以来很流行的说书 就有一个写说书的人 就把这件事情 改变成一个故事 在里面流传了 那那个改变的故事叫什么 叫什么白什么 然后黑什么 因为那个陆秀才 皮肤比较黑 所以他叫他黑秀才 然后叫他什么白书 为什么叫白书生呢 因为董其昌的一个号叫死白 叫白书生 黑秀才 然后点上了 这个故事非常流行 大家到大街小巷的传唱 董其昌大怒 他就追 他就追到底是谁写这个词 追到他原来是一个姓赛的人 他到他家去对他好像矮般偷打折路 结果那个 那个写歌词的人他没有想到会受到这么羞辱 结果他没有几点 他就暴毙 他就死了 他死了之后 他的 他家里面 他的夫人 他的儿媳妇 跟他的孙媳妇 全部都披骂代孝 决定到董其昌家里去算账 然后结果 那个 董其昌当然闭门不出 就叫他 不是养一大堆恶 那个 恶霸吗 就叫恶霸对付他们 可是对对对对 这些女人被什么对付 非常可怕 这个 我都恶太敢讲这个事情 总而言之 因为他们带的是校服 董其昌说 这个穿校服 奔我家来 非常触闻的眉头 就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发光 然后拿木棍 做无法信仰的事情 总而言之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一堆女生通通被找他 找他完之后呢 就群情沸腾 所以那个老板家有发生暴动 就上台青土金山 就远近各地 所有听到这件事情 全部都涌进董家 决定要抄到董其昌的家 所以董刚开始他手上有一个恶霸 日子太多了 被恶霸打不了 后来他们就有人爬墙进去 打开他们就冲进去放过 所以董其昌他们家 数百间房子被烧了 然后那个里面很多的字皇 据说也 这董其昌干了好事情 我在冥史上没有看到这段描述 我不知道这段从哪里 我还没有时间查 但我想会有这样的描述 恐怕不会完全没有一点点根据 至少冥史上说到 他说有好几百个诗子到他们家去 去攻击 我想从其昌人品是 确实 那如果把这件事跟我先前对他的字的描述 连结起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姿势还不好 自无欺忍 这个字里面没有骨头 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些话 我怎么都不想看 我不知道我会这样说吗 但我讲一个题外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书院上课的时候 就有大马鱼音词 他说 二位不配谈中国学问 其实我们在上海 我们新闻都很多问号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入了外国籍 就不能谈中国学问 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吧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事隔多年 我们在会儿都会想 所谓不配谈中国学问的不配 还是有一两分道理在里头 为什么说不配 如果你对人在这世界中的安放 没有一点见地 没有一点功力 然后你妄谈书画 那个书画究竟与我深何干 我的问题在这里 回到我们一开始 我们成立社长社群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说 艺术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如果书画到最后 我通常只是拿来装点横面 附庸重扬的话 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使用 这书画还有任何的价值吗 书画应该是拿来内化生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军事的书 文章最后不是有讲到说 这是以美其生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美其生上头 书画才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否则的话 即使是懂相关 被康庸前三朝如此推崇 我实在不敢沟通 好 这是讲到董其商的推崇 好 那我刚刚其实是 原来是要讲黄辉 这个黄辉他面临各家的结果呢 南北二中 为什么刚刚讲到他呢 因为董其商最喜欢讲说 南中比北中好 所以南北分中是在董其商手里拿到旗帜 但是在黄辉的手里 南北二中和了 他自己有一个说法 好 他说以原人之笔通 这个可以写一下 南北二中的河流 是一个说法 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 应该是这个说法 河流 它合的不是只有南北 我觉得它合的是 宋元两代的精华 因为我们都说 宋朝是以写实建成 那么宋朝的构图 宋朝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万物的生然落裂的生命力 这是宋人之丘 可是元朝的人认为说 我应该要做更高的体验 把我感觉意识或体验到的那种 把我的生命力收在笔墨里面 收在笔墨里面 所以他讲说 책一出一十千万不能过止 就是那种体内化的能力 所以元朝者人 一输入入化意义在此 那我意思是说 他王辉的成就在于 他在原化里的 藉末过头下到极致 但他不费侏人的 beleza 那个细腻的表现方式 运侏仲人之求果 所以侏源的河流 在王辉身上 被追如是表现的最文化 他最后就满了一个情况 最后他讲了一个哲义 他们的机率 因为他话我不懂 所以我就这么说 可以吧 那么接续我们前前所说的颂缘 那这幅啊 这是长卷 讲首卷 这也是首卷 那黄辉他 他的在这个花团的笛柜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南北画 或者是颂缘画的16以外 他在官场上是非常受到 大家都非常看重他 在他的这幅画里面 还有一代群像徐前学的题词 然后康熙在当时南巡的时候 下面叫王辉画康熙南巡读 所以这个人在官场上 不用说非常吃得开 在北京呼呼快语 但是南方有一个 等一下要讲到的郁秀宁 他们两个很有交情 郁秀宁在南方卖画 穷哈哈的 他在北方像作官一样的 知道了 富自知的 但他们两个交情很好 那当时有个说法 叫做韵体王画 就王辉的话 如果再加上运寿瓶的体质 天下难得之宝 那这个这幅画就是有韵体王画 韵体 运寿瓶提了什么字呢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开始从故宫的那些介绍 故宫介绍都很干涉 不要再讲什么 我觉得古人跟这八个字 就好像全部都讲 沉魂蒼瓣 灵气生然 来表现他 那他在讲什么呢 我也稍微诠释一下好了 因为他 大量的灵魔魔化的结果 他把他的精神融进去 像那个 尤其是饭宽 北宋的饭宽 表现的常常是一种 三轮魂厚 我们讲四壮雄强 那一种三轮魂厚感 在他的笔下 被融进去了 被形容成为 华丝魂厚 气质活发 所以他有 有北宋的精神 但是他 换了不同的方式 去表现 那种丰厚的 三轮的气韵 这是华丝魂厚 我们讲说他的 笔下的一种特点 那领气伸展 这就无可解释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议会了 这是他的话 常见的